嗨 嗨 那剛剛已經有講到今天一整天的流程 還有活動介紹 然後就不贅述 然後我們直接進入這個提案 不過在開始之前還是要先提醒大家 分明馬在這裡 然後這裡禁止飲食 然後到過了那個門才可以就是要飲食 然後如果你要使用廁所或是裝水的話 都在那個方向走出去左手邊 你就會看到了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提案吧 我們先第一個提案是 東帶來的AMO 好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我是東 好那 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工具叫做Armor 那這個工具呢 是一個一神錶的生產器 那它是基於OPAS的資料格式 好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傻命2024的真實故事 傻命2024是在五月的時候 由GNV社群舉辦 每兩年一次的大型商演會 那有幾個故事就是 我們有講者就是不見了 然後第二個是 我們有很多議程資料就是修正不完 然後還有就是很崩潰的設計師 那就是我 就是做到很崩潰就是為什麼資料一直在趕 那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有外國講者 然後也有台灣講者 那因為有很多奇怪的名字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崩潰說 不要再給我取這些奇怪怪的名字 好 那其實這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們參加這個設計就是要開心嘛 那開心就是 就是 就是 叫我改推 可是沒有時間做梗圖就不行 我們要留時間可以做梗圖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流程把它再簡化一點 好 那我在做這些議程表的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既然都有現成的這個投稿資料 為什麼我們不能讓 程式直接把這個議程表做出來呢 那這個是我 意想中的議程表設計流程 那首先是 由設計師把這個版型做好 那這些 這些議程表的這些東西 應該是要由程式去生成 然後最後就可以把它整合成一個 很快速而且是正確的一個議程表 好 那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實作說明 資料的話是用OPAS 那跟不知道OPAS的人說一下 OPAS是一個 開源社群在用的一個 一個APP 然後它 因為被很多人使用 所以用這個資料結構的話 是可以讓最多的 開源的這個康復 來做使用 好 那首先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表格轉成 OPAS在持的Schedule.json格式 那再來就可以直接丟到Armor裡面去生成 這個議程表 好 按完之後就可以把下載的SBG丟到軟體去做編輯 那除了可以 除了可以把它對進去之外呢 如果你有需要你也可以去做微調 例如說突然有人想要改 他的名字或他的設計可以去做修改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專案目前進行到就是有一個圖形的階段 那我想要來這邊 這邊 就是有辦過各大開源康的朋友 就可以跟我一起討論這個 搶法是否合理 或是有更好的工具 可以使用 那再來的話是 UIUX的設計師或平面設計師 幫這個專案把他的頁面 把它用得更好看一點 那第三個是會react.js的人 目前是用react.js開發 那因為我不是這邊 這方面的 我不是專門在寫react.js的 所以我目前是用react.js gbt開發 對 好 那專案入口的話 可以搜尋amo- 就是amo- 就可以進入這個專案入口 那共筆 可以看得到 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共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東 我們接下來是 下一個